羊男 肋腿 腿 肉筋 脖子 腰子 这家店是一位爱吃羊串的朋友推荐的 他说这是北京今年最牛逼的羊串 老板说照片里的这位叔叔隔三差五就到店里来吃串 羊肝 两串腱子 三串少脑 很漂亮 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我在南方就特别想念北方的羊肉 所以一到北京我就到处找羊肉吃 然后在网上一看说家店 每天就载一只羊什么 他会分切成19个部位 很简单就有盐 一点点黑胡椒 特别香 汉阳的香性 烤得很像日式的烧鸟很有炭烧的香性 哇有意思啊 上岛 为什么有三串呢 因为董小姐看只剩三串了 我看如果好吃的话就没有余地再念 上岛的肉更加有弹性 它的调味更轻了 只是撒了盐没有用胡椒 烤得很嫩中间肉都很红色的 不能说它就比我们传统的烤羊肉算好吃 但它是一个很好味道的不同的形式 没有自然 哇 最后一块吃到羊肉非常香 很peel的羊肉的味道 就是在没有那个自然的覆盖的情况下 都能尝出羊肉 吃下羊肝 但是干还好 粉粉的它烤得全熟了 粉粉的甜甜的 它配了点辣椒粉尝一下 它配这个辣椒粉 好香啊这个辣椒 一般的 带盐的辣椒面 对 它有点味道的味道 如果你喜欢它原味淡的话 就可以蘸这个辣椒面 它有味精在里面 它有点 有点像方便面料的那种味精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个脆红辣椒面 嗯 嗯 它装的像个酒吧一样 好多人 每个人都在喝酒喝啤酒 我是来盛吃肉了 老板说这两串是最嫩的 这个是瓜条 这串是非力 也是撒了一点点盐 黑胡椒 也是撒了一点点盐 嗯 好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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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不过来 穿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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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小姐吃的这么激动啊 哇 哇 嫩极了 真的像 顶级牛排菲力那种嫩法 就是这种嫩法 嗯 嗯 哇 它虽然弄得 可能 九分熟吧 但一点都不馋 非常嫩 黄瓜 哇 哇 这个烤的嫩法 就像烧鸟 鸡生蚝那块的嫩 还有口感 嗯 我都忘记什么什么了 反正刚才老板介绍过 好牛逼啊 你真的能吃到各种部位 不同食材的区别 不同的口感不同的味道 这是在普通的传统的餐店里 很少能吃到这样子 这男有筋膜有肥的 越嚼越香 这店 确实厉害 就忘了刚才介绍过 忘了叫什么 等我回看视频 嗯 哇 肉筋的那种感觉 肉从来没有吃 对 肉筋 我从来没这么吃 它个肥的地方 是这种脆的 像牛松口油那种脆 嗯 原来真的可以不饭 真的不用太复杂的调料 嗯 这串一向筋一向南 好吃 有一串粗的 他说是羊脖 可能是这串 我点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给你上个羊蝎子 那种羊脖 嗯 嗯 羊脖的肉 很活很弹 哇这家我爱哦 怪不得我看吧台上 有陈小青的和影 估计黑叔叔来这里吃过 并且得到了他的肯定 但他不愿意分享 他的烤串都是12啊 10块啊这样子 虽然比传统的烤羊串贵一些 但是相对于烧鸟 哇性价比太高了 羊肉卡鲁巴乔 这是一个生羊肉的刺身 用的是黄瓜条 十瓶豆腐 这是滩羊馅的门丁肉饼 哇你看大家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人笑都笑得这么好放 像一个包子一样 哇 皮脆多汁 羊肉大葱虾 哇 哇标出好多 董小姐表演一个开盖 看里面都是汤汁 哇 像汤包一样 这些呢就很奢配 他们喝啤酒的 哇 甜的这个肉 一点羊肉的新沙味都没有 很嫩 像是金香鱼一样 是不是有点金香鱼的感觉 嗯 羊肉丼 哇 这些两菜真的适合配酒 腰子 大肉丼 里面是羊肉 很纯的羊肉 嗯 不是给你什么羊皮啊下水啊 睡渣这种的 嗯 好吃是吧 特别不一样就哪哪都不一样 对哪哪都不一样 嗯 每样东西都很轻盈 而且真的很搭酒啊 对吧 嗯 哇这个时候应该植入个酒的广告 哎呀最近没接广告 腰子 18 真的不贵 这外面很多这种小摊 一个圆腰 30多 35 38 他这个是一半 18 人家环境也好 我早看 哇 怎么可以这样 我在老家一年就是想那种 极致的羊香味 嗯 太香了 他这个沙拉呢上的慢了一点的 应该先吃生的再吃熟的 现在我们吃了熟之后再往回吃生的 就觉得有点 味觉上感觉不太搭 所以这个应该如果上的快的话先上这个 试试这个喝点小酒 接着再吃熟的串 又加点那些串 太好吃了 这羊肉丼 把它埋在热米饭或者热面条里面 哇 我都能想象味道绝了 后面客人走了 稍微给大家拍拍环境啊 就是一个小酒馆的环境 就像日式炸可乐饼的 是羊肉口馍芝士酥 哇 大家 太值得来吃了 正在吃一口 满满芝士的披萨馅 它壳里边有一层皮 像勺皮 这么有趣啊 哇 哇 就是 东北的那种大宽粉 南方说的勺皮 它用的羊肉不多 芝士不多 它那个 它里面一个勺皮 这种润的感觉 它好像增加了很多芝士在里面一样 嗯 有意思 俗话说活到老 学到老 其实活到老也是吃到老 一百岁不死 总能不断吃到 新的东西 给大家看个横结面啊 我拿掉这根胡椒木 蘸点泰式辣酱 它也不是说香得特别的出奇 它就是那么融合的味道 都是刚刚好 口感味道 香气 嗯 老板正在吧台偷偷的看我们 可能想看我们的反馈 请老板来聊聊 人家店太努力了 啊 刚才问了我说主厨是不是 之前在哪干过 主厨以前最早在香格里拉酒店 哦香格里拉七三 后来在马会 在马会啊 然后过来 最后是在宝格丽酒店里进来 宝格丽酒店 所以我说一吃这种 这种摆盘这种做法肯定不是普通厨师 调味很简单的调味 就特别突出羊肉的味道 然后选的羊子就是宁夏延迟的那个 延迟摊羊 一天就摘一只羊是吗 好吃 每样菜都好吃 像我不喝酒的 我刚吃到嗨的时候都想喝酒了 哈哈 哇刚才那个羊腰 我很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腰了 至酒必熟 最后两个人 四八五 我吃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对我的成长非常帮助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